大家好 华为和联想 它从商业上 商业模式上来讲 它是不同的 那么但是这种不同 其实是非常深层的 要了解我们中国文化 我们才能看清这一点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我的感觉就是 其实华为和联想的不同 非常类似于国民党 和共产党的不同 华为走的是咱们 共产党式的这个路子 那么它更就是 更是继承了中国的传统 合乎中国的传统 这个谁呢 这个联想的 它的路子就是国民党式的 它是西化的 它是一个西化的路子 那么我来说说这个事 我们通过这个事 通过这个我们看透 联想和华为商业模式 它背后的更深层的这种文化的不同 实际上涉及到中西文化的问题 那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华为和联想 同时也能够更好地理解咱们中国文化 因为我们对中国文化 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 就比较流行的一个误解 我们一提说传统传统 似乎我们需要保护传统 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它的声明力非常的强大 它不仅说 不是我们去保护 我们的传统文化 而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在保护着我们 它并没有说 会消失 会死亡 甚至会弱化 没有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 它一直一直 就是在支持着我们 其实我们 从拿发世下 鸦片战争之后 乃至说新海革命之后 尽管说我们在学术的层面 在学术的层面 我们否定了传统文化 你可以打倒什么 否定四书五经 打倒孔家殿 但是呢 在实践的层面 这个咱们的传统文化 它是不可能被否定的 那么它在实践的层面 其实啊 是作为这个 我们的这个理念的内核 深层的理念 或者深层的精神 那么包括 就是这个制度的层面 就是我们的制度的内核 我们核心的理念 核心的制度 其实依然是继承了 我们的传统 或者说我们的传统 在这个深层的核心的理念的层面 核心的制度的层面 在支撑着中国的实践 包括我们的革命实践 包括我们建国后的经济的实践 所以就是我们的经济的崛起 其实你往深层看 恰恰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支撑下 所实现的 那么中国经济的崛起 其实也是传统文化的胜利 只是说我们的学术啊 因为咱们的学术是西化的 我们看不到这一层 我们只能看到 这个西方的这一层 我们总会认为 中国的现代化 包括我们经济的崛起 就是我们是从西方引入 是因为我们从西方引入了这些东西 所以才使得中国出现了进步 使得我们有了这个工业革命也好 我们自己的这种工业化 然后经济崛起 都是从 因为是我们学习西方的一个结果 那这样这种态度 就是只看到 这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而且只知道一些更表层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 就是我们有没有从西方学习呢 当然从西方学习了 但是呢 从西方学习只是一部分 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是继承了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那就是从这两部分看 从两个层面我们都看到 我们才能够看清一个真实的一个中国 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理解 我们的现代的这个社会 包括我们的社会形态 包括我们的经济形态 那具体到 比如说这些商业模式 其实它也是 就是更微观的经济的一个形态 或者说叫做商业模式 那其实这个商业模式 微观的商业模式 它依然也包含着这双重因素 就是既有对中国传统的话的继承 也有对西方因素的这种学习引入 它其实是两个方面的一个结合的 那么这种方式 其实就是晚清讲的中体西用的模式 中体西用的 只是说晚清对这个中体是什么 西用是什么 就是没有没有界点清楚 没有搞清楚 就是包括对体用的理解 不是很到位 那么其实这个体和用啊 那如果我们从就是更就是更长的这个历史风险来看 包括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体和用的这种概念啊 那么实际上来讲都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体和用的问题 其实就是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一个融合的问题 那么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 它并不是说那到现在才有 比如说哦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社会 我们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就是西方社会 这个西方只知道欧美 欧美的文化的缠入 在鸦片战争之后 它打着我们 那么我们因为没它的技术领先 经济领先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需要学习它们 然后所以现在社会确实有西方的因素 那么我们现在社会 整个的社会形态经济上 那确实是有西方的因素 其实它是中西的有一个融合 那么这种中国因素和外国因素的融合 其实非常的古老 那么我们更往前看 比如我们知道佛教的问题 那其实佛教它并不是最早的 再往前看 其实春秋战国还是一次 那么甚至再往前看 包括皇帝 我们说皇帝占持有 它依然就是这个持有文化 它其实也是一种外来文化 它是有这种就是外来文化 应该说是最早的 那么这个我们先不去讨论它 那么 总之吧 就是我们很早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那么春秋战国也是一个一次 或者一个周期 受外来文化的周期 就是它是周期性的 那么所以我们在处理 这个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问题 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 就有这个 这个问题就明确的被提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讲华夷之变 夷下之变 夷下之防 这个夷下之变 这个夷就是外来的蛮夷文化 下的话就是我们固有的华夏文化 它是不同的 包括孟子也讲 就是指纹用下变夷 卫文用夷变下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夷下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就是应该是说 让我们华夏文化去教化 蛮夷 让它变得懂这个理 就是懂理啊 然后不是说我们蛮夷化 那当然就是我们也是在 我们也是从文化的层面 来区分华夏和蛮夷 那就是说 如果说你文化是蛮夷的 那我就蛮夷一致 如果你是华夏的 我就华夏之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明确的就感觉了 这个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一个 一个冲击的一个融合的问题 那同时也在研究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 外来文化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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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 就是这个问题到后来 到西汉之后 就是 被忽略了 当然这有很多原因 因为春秋战国是一个乱 混乱的时期 同时当时的文献记载是比较少 当然这又涉及到汉字的 这个成熟的问题 那么总之吧 就是 到西汉之后 对这个外来文化的中国的影响 这个问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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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太清楚了 所以把我们春秋战国的变化 都是归因于内生的 内生的 你比如说 为什么会有竹子百家 我们会认为 想当然的认为它是内生的 并给了一个 很多的想当然的解释 比如说 所谓的王冠 王冠说 哦 朱特伟家原来都是在周朝 都是王冠 都是属于这个 朝廷内的这个官员 然后周朝崩溃 然后这些王冠 就流落民间 每个每个每个官 每个可能是个这个 当时的 当时的这个官掌管的这个 职责不同 可能会产 所以产生了很多的流派 那其实这是 这是汉朝以后 是一种想当然的解释 所以呢 到后来 比如到这个民国时候 就是关于这个 朱特伟家的起源 当时也有争论 其实当时胡适就讲 这个朱特伟家 不是起源于王冠说 尽管说胡适有很多的问题 但这一点呢 他倒是正确的 但是问题是 不起源于王冠 起源于什么呢 胡适还是没解决这个问题 他还是 就是沿用传统的思路 认为这些 朱特伟家是内生的 其实朱特伟家是 它是更多的是一个 由外来文化传入 所以才出现 所有的百家 很多的 所有的新的思想 它其实是从外边传过来的 我们怎么可能 突然冒出什么新思想呢 那么 而且这些新思想 是反传统的 就是我们讲 礼崩乐坏 那所以呢 就是这个 我就讲这个体和用的问题 这一说就有点多 这个体用的问题 那么晚清讲体用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就是这个体用这个概念 它的产生 它的产生 其实就是有 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 一个处理的问题 我们 这个体啊 比如到了宋明理学的时候 也讲这个体 其实这个体在中国文化中 它更多的是指心 是指思考 这就涉及到 我们中国文化的本质的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认为啊 就是人的本质在思考 人和动物的区别 就是人会思考 动物不会思考 所谓人是万物之灵 那思考是什么意思 就是思考的话 它会对外在的这个环境 外在的条件进行 进行思考 进行判断 进行选择 然后进行行动 那么就是 它会判断这个 善和恶 是和非 它会因应这个 外在的条件的变化 而变化 那么 这就是人 那动物的话 它的行为完全是基于什么 基于本能 本能是什么 本能是一套固化的程序 对吧 动物的这个行为模式 它思维模式 它是一套固化的程序 而人的话 它是不固定的 它会因应 黄金的变化而变化 这就是人 所以人会思考 动物不会思考 那么人是有 善恶观的 有是非观 善恶观 那么 所以我们的祖先 我们在文明之初 我们的祖先就认识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认为 人的本质在思考 人的本质属性在思考 那么在 就是人是有独立的思考功能 那么我们给了 它一个概念叫什么 叫心 就是心 其实指的就是思考的功能 它是指这个 这个抽象的意义上的思考功能 就是思考本身 那么 所以人的话 有人心 人的本质其实就在人心 那么同时我们还观察到 就是说的人心的话 就是人的思考的功能 它并不是一套空的 就是我们说人会思考 其实这个思考 它是有一套 就是固有的 这个 这个思考模式 或者思考倾向 判断倾向选择倾向 就是它能够自动的 人是具备这种能力 能够自动的判断 是和非 善和恶 那么 所以呢 我们中国人 那么就是以这个为 就是我们中国的人也好 我们中国文明也好 就是以心性 以毅力 就是这个心 就是思考的功能 它有它的属性 这个属性 就是人在思考的过程中 会 就是在选择 在判断 它会依据的一些原则 这些原则是内在的 就是这就相当于人 心是有它的属性的 思考是有它的属性的 这个属性就叫什么 叫义理 也叫义 叫理 所以到宋明理学 它就讲心机理 性机理 就是义理和心性是一回事 它是从两个层面去看的 就是两个侧面去看的 那么所以呢 就是我们 我们中国文化是 是认为人的本质在思考 在人心 那么我们也是基于人心 基于义理 来构造整个的文明 包括从我们的 个人的学习 个人的价值的层面 就是我们认为什么是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基本的这种判断 到这个 我们的行为模式 到我们整个社会秩序的构建 都是在建立在人心之上 建立在义理的基础之上 所以呢 体啊 就是我们说的体 就是指的是人心 体就是人心 就是一个这个主体 人就是一个心性主体 就是一个思考主体 那么 所以这个体 其实就是指的人心 就是指的义理 那其实它是一个思考者 是一个判断者 是一个思考者 用的话 它是一个 就是心之外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体用之变 体用之变 体其实就是心 用的话就是物 那么我们知道有体 体和用 心和物 包括和义和力 道和气 对吧 我们了解 我们又就是几种这种 所谓的变体 心物之变 体用之变 道气之变 那么义力之变 它其实是一回事 它只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讲 你比如说体和用 其实就是心和物 体就是心 那么用就是物 也是义和力 义就是心 就是体 力的话就是用 就是物 包括道和气 道其实就是心 就是体 那么气的话 就是用 就是物 那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以后再详细展开 所以这个体用之变呢 所以这个体啊 它是高度抽象的体 就是人心 就是思考 它指的是这个思考的过程 它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 独立的判断者 独立的选择者 它是体验在这个层面 它是非常空的 恰恰这个是体 比如说我们说 虚心 就是心本身是虚的 因为为什么呢 心是指的是思考 功能本身 这个思考是高度抽象的 那么 那么这一点是 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最核心的东西 你比如说我们说中国文化 它就讲这个独立自主 这个独立自主 其实就是表现在这个心 心性之上 表现在独立的思考之上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 判断者 选择者 那么 只有中国文化做到这一点 那西方文化 它是一个 就是没有心的 它没有心这个概念 它也没有意理这个概念 它只有物 只有这个用 只有力 所以你想在 这个现在之前 它是什么 宗教 宗教的话 它是有一个信仰 对吧 信仰一个神 信仰上帝 它是恰恰相反 它是不 它是不认为 中国 它不认为就是 人是一个独立的思考主题 它也不是以这个 人心以思考为 作为文明的基础 它认为 譬如这个宗教 它是否定人的独立的思考 能力的 它讲的什么 是信仰 就是你要全心全意的 这个信仰这个神 其实神的话 它其实也是个物 上帝也是个物 它也有用 就是这种 譬如我们现在看 它很迷信 但是设计出来这个神 设计出来这道神学体系 宗教体系 它其实也是有用的 譬如我们在周易 就讲这个神道社教 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是以这个神 以这种似乎很明星的方式 它来利用这种 人的这种信仰 来达到一个 教化的一个目的 那么这是 所以它有用 它也是物 但是呢 它 它就是 没有 它不是认为 人是一个独立的思考 这个主题 来强调 或者说 来强调 人的这种 这种心性属性 思考属性 它不是这样的 只有中国文化这样的 那么 所以 包括现代文明也是一样的 现在西方文明 它包括讲科学也好 讲民主也好 科学和民主 它其实都是外在的 民主的程序 科学的话 是知识体系 那么当你 就是把科学当成真理 然后就信仰这套 这个知识体系 信仰这套制度体系的话 它其实也是一种迷信 我们中国 我们不认为任何的 就是它其实也是物的范畴 它不是新的范畴 它是物 那么 民主和科学 其实和神学 没有本质的区别 它都是一种物 都是人为设计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相信它 不是让人去强调 人的这种思考 这个本身 强调人的这种 心性的这种属性 人的这种心性的独立 或者思考的独立 那么所以我们看 我为什么说 就是我们 鸦片战争以来 包括新下革命以来 其实中国呀 我们说继承的传统 我们的传统 它的内核在哪里 它不是在外在的物上 恰恰就在于 就是心上 在这个体上 我们说中体需用 中体用 这个体恰恰就是心 就是思考 就是判断 独立的思考 独立的判断 独立的选择 那么 那这个是非常抽象的 但是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一点 就是包括我们对西方文化 其实我们中国也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 独立的判断者 独立的选择者 就是我们对你西方文化 我要学什么 我是一个主体 我是一个 我会对你判断 请选择 包括比如 晚前的时候 我们说 时宜 常进 一之一 就认为你只是技术强 你的制度呀 你的政治都是很弱的 其实这是一个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包括后来到 那新下领域之后 那么我们又出现了一波 就是受日本的影响 认为 这个西方文化比较 完全是领先的 文化领先的 是因为文化领先导致这个 这个技术上的领先 那后来我们又开始 就是新华运动 然后这个一战 我们又开始 引入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之后 我们到了毛主席 这个到尊义会议 就是毛主席的 又强的这个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其实就是说 我们对西方的这种东西 一直在做独立的思考 判断和选择 包括我们建国之后 我们建国之后 我们后来 我们当时世界两大体系 美苏争霸 美国代表这个资本主义体系 然后苏联代表这个所谓的 共产主义体系 但是中国一度 首先我们是和 在这个形式上 我们属于这个苏联阵营 但是后来我们和苏联 也是彻底闹翻 要打起来 所以中国当时既不属于资本主义阵营 也不属于苏联的这个共产主义阵营 我们是独立的 我们为什么这种独立性 就是我们的传统 让我们这么做 所以呢 我们看 说中国传统是什么 所以这个体和用 其实它也是中和系 所以我刚才讲 晚清提出来这个中体系用 它其实是对中国历史的一个总结 是对中国文化模式的一个总结 它并不是一个创新 我们一定要清楚 晚清的中体系用 它是对我们这个几千年来的 就是当我们和西方发生 和这个外来的文化发生接触 它的模式就是中体系用的 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是体 为什么是体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思考者 我们是一个判断者 是个选择者 那么西方它没有体 它只有用 就是它的这些东西 包括宗教也好 包括科学也好 它是有用的 但是它是忽略着人的思考的 这种浓动性 人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思考主题 心性这个主题 那么 所以呢 我们这种 这种中国文化呀 它就表现在这个实践中 这个思考它不是空的 它一定表现这个实践中 它一定是 就是在实践中的层面 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 就是这个 我们对西方的文化的这个不断的这种判断和选择 包括我们 比如说我们毛主席 那就讲这个 非常强调这个 这个思想工作 对吧 我们发动群众 我们要做思想工作 为什么要做思想工作 就是我们要争取 人民的理解 就是它是内心的这种理解 而不是基于一种外在的强制 基于一种外在的迷信 就是我要让你理解 所以我们要发动群众 做思想工作 其实这也是我们说 新兴趣的一个体现 包括我们现在外交上 我们说 我们不输出意识形态 我们不输出什么模式 我们干嘛 我们要 就是让所有的国家 让他自己去选择 适合他自己的道路 其实我们也是按照我们的这种新兴独立 我们的思考独立 判断独立 来就是交给 这个在世界上推行这一点 当我们说不输出经济模式 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在输出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做法 就是什么 就是不迷信的做法 就是你自己要独立的思考 你任何国家 你自己要独立的思考 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这种道路和模式 其实这恰恰也是一种模式 就是说 就是要你要独立自主的思考 这恰恰是中国的模式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那么所以我们看这个华为啊 华为和这个联想也是这样的 华为你看 当然一定是技术 技术上来讲 一定是从西方引入 这点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的体 就是它的这个思维模式 恰恰是中国传统的 它就是在 我怎么去 就是学习西方 我怎么去 发展我的这个 因为它是做电信的嘛 我怎么去做 它的这个背后 其实就是中国文化 就和共产党是一样的 就和毛主席是一样的 那么 所以呢 那么具体的就表现了它的很多方面 你比如说 包括在技术上 比如人整肥很早就意识到 那么它一定和美国的公司会有冲突 它会做备胎 那么对吧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我们再看它的制度设计上 制度设计 比如说我们现在 主流的这种做法 就是非常崇尚 所谓的西方的市场 西方的这种管理制度 对吧 西方的这种股本质 我们看这个华为的这个机制 它恰恰是什么 注意它是 它是什么 它的股权是高度分散的 这个分散也是分散在员工身上 就是它的利润 那么实际上从这个利润的分配来讲 就是分配给员工 也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均的 任正非本人占领的这个股 这个占股非常少 占股非常小 那按照这个股权上 它是个小股东 只是说它有设计就是 你这个员工的 其他员工的这种股份呢 就是有收益权 没有决策权 那么任正非进化说 股份表面上很小 但是它的决策权很大 但是总之它是高度分散的 同时它是非常强调这个内部 它不注重吸引外来的资本 它是拒绝外来资本的 当然它也拒绝上市 就是华为这么一个大公司 而且是一个高科技的公司 而且是世界一类的公司 你发现它的这个制度设计上 管理制度上 是和主流的 是非常的不主流 就是非常的 有中国的味 它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味道 然后它又强调绝对的独立 就是它不允许外来的资本干预的 那么其实这也是 美国包括其他的国家 对华为敌视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在资本上 它其实是和西方的资本划清界限的 它不允许西方的资本燃止华为 我不接受你的投资 我不接受你的投资 你有钱 我和你是有界限的 所以这导致西方 它无法打入华为的队部 所以华为也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 这种做法本身 它其实就是高度的独立自主的 它在管理上 它没有就是 随国主流 没有和主流同流合污 这一点和联想恰恰相反 那么联想的话 它就是很早就要上市 对吧 而且采用资本运作去收购 注意还有收购什么 收购摩托拉拉的手机 收购这个IBM的笔本 对吧 它是完全是高度西化的 而且它是就是非常的 就是想打入西方 那么包括 有些总部 也搬到纽约去 联想包括这个谁 杨元庆到美国去上班 然后甚至还去学英语 刻意的去学英语 所以我们会发现 联想是非常西化的 它走的也是非常主流的一个路子 就是西方认为主流的一个路子 非常包括公司的管理 包括这个股权的制度上市 包括资本的运营 包括这个运营的方式 我记得联想 这开始比如花重金去购买 IBM 重金去购买这个摩托拉的 这个相关的业务 而且花重金去 这个奥运会上做广告 这个华为从来没怎么做过 对吧 那么华为更强调的这种 内在的这种独立自主性 包括在技术上 技术上那么华为很早的 就是我一定要 在技术上要独立自主 所以它强调这个技术的 这种内生性 这个独立的研发 联想这个联想不是这样 它更就是依赖于国外 它更接受于 就是它似乎把当前的这种模式 看成一个可以长久维持的 依赖于外国做一些贸易 所以现在人就讲的是买办 所以总之吧 就是花为走的路是西化的 那它其实就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背离的 那这一点有点像国民党 国民党其实走的也是 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是这样的 这个国民党走的是西化的路线 它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 那么引入西方的制度 然后它也是高度依赖 这个外国 比如说我们说在 依赖美国 比如它的武器来自美国 动不动向美国去求援 但是我们共产党 是高度依赖自己的 你比如说 我打不过你 我跑 我没有钱了怎么办 我没有量了怎么办 我不知道在南尼湾 跑到陕北一个很平均的地方 没有钱 没有量是怎么办 那我自己开荒种地 所以有了南尼湾精神 对吧 他这个 我们毛主席绝对不会说 像谁求援 像谁求援 但是也不说拒绝外援 但是他绝对不会说把这个根本的东西压在外援上 外来的援助上 那么像国民党 动不动求援 那么我们是高度依赖自己 依赖自己 依赖我自己的军队 依赖我自己的人民 强调这种高度的独立自主性 华为也是强调这种独立自主性 为什么要强调这种独立自主性 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就是以心性为本位的 以人心为本位的 就是思考 人是一个独立的思考主题 我的思考 我的判断 我的选择是高度独立的 所以我们说独立自主 是中国的精神的 这个很核心的一个精神 但是一定要知道 它是基于这个思考的 基于人心的 那么大家理解的这一场 才能够真正的看清 这个华为和联想的区别 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 包括我们现在的文化 就是现在的中国文化 也是中体吸用的 中体是什么 就是毅理 就是人心 那么人心是什么 人心就是思考 就是我们是独立自主的 我们在思考上是独立自主的 那这个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我们在思考上是独立自主的 我们在思考上是独立自主的 我们在思考上是独立自主的